我真的会闷出病的 倒是很少见二公子 能这么静得下心来 是啊 他自己说 平时不是有意要给父兄添乱 但也时不时的会做错一些事情 若不好生体会一下 他大哥是怎么处事的 将来也怕帮不上什么忙 所以正秦家严独呢 我一直以为二公子喜欢江湖逍遥 素来无意朝堂 他若无意 别人也强求不来 可他要是有心的话 他大哥一定会很高兴的 不知道平璋和父王走到哪里了 算行程应该到了援州 接下来就该分道了 原来你一直能听到我们说话 为什么不早说 你到底懂不懂骑马的礼数啊 我一直在这儿看书 是你们刚过来的好不好 再说了 你又不是再向大嫂倾诉对我的仰慕 有什么我不能听的 不得无礼 小心我揍你啊 好了 真生气了 我去开个玩笑 你以前也没在意过呀 我真的 我之前总跟他这么开玩笑 他从来没理过我的 是不是傻子 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了 他本身